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的新闻 首先聚焦于美国宣布 将向台湾提供一笔高达5.6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一举动无疑将激怒中国 因为中国一直是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并希望实现统一 尽管美国与台湾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但美国依然是台湾最重要的盟友 并计划加快这笔援助的交付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经济状况 最近的工厂调查显示 中国经济持续疲软 政府因此决定加大刺激措施 尽管官方数据显示有些许改善 但连续5个月的经济收缩让人忧心 随着刺激政策的推出 中国股市出现了反弹 但专家认为供应过剩和需求疲弱的挑战依然存在 最后我们将目光转向日本 新当选的首相石破茂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他的政治前景似乎不太乐观 尽管他曾经是安倍晋三的主要竞争对手 但他的亚洲北约提议被认为不切实际 可能会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对 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公众支持度的下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日本时报报道 美国政府即将向台湾提供近5.6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是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安全援助之一 这一举措无疑会激怒中国 因其一直声称台湾是叛离的省份 并誓言要通过武力统一 尽管美台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但美国仍是台湾最重要的支持者 此次援助将通过最快的方式送达 以帮助台湾应对中国在周边水域和空域 日益增强的军事活动 美联社指出 近期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弱 最新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 制造业订单已两年来最快的速度下降 尽管官方统计显示 下降幅度不那么明显 但已经连续5个月出现收缩 尽管股市因政策刺激措施而大幅上涨 但分析师警告称 市场仍面临供需失衡的问题 为应对经济下滑 北京政府已开始实施一系列刺激措施 包括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和放宽购房限制 以期振兴疲软的房地产市场和相关行业 日本时报还提到 日本自民党新任党首石破帽 在经过15天的选举活动后当选为首相 然而 尽管这是他长期以来的梦想 但由于其提出的亚洲北约计划 被视为不切实际 石破的政治生涯 可能会迅速陨落 尽管他自称是安全领域的专家 但在国会辩论中缺乏基本的视角 可能导致公众支持的迅速流失 Japan Times报道 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9月份 出现了连续第5个月的萎缩 服务业的增速也显著放缓 显示出为了实现2024年增长目标 需要更多的经济刺激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显示 9月份的指数从8月份的49.1上升至49.8 尽管仍低于50的融枯线 但超出了路透社调查的中位数预期49.5 这一数据是5个月来的最高点 反映出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和对刺激政策的迫切需求 CNN报道 德里的一座老宅子承载着数百年的印度历史 查德尼乔克曾是一个令人敬畏的社区 由沙甲汉皇帝于17世纪建立 见证了莫沃尔帝国的辉煌 如今 这个地方的繁华已不复存在 许多富丽堂皇的宅邸 已被改造成酒店或商铺 只有80岁的阿甲伊帕尔谢德 仍坚守着他家族的120间房子的祖宅 他希望能保留这座仅存的私人宅邸 而不是让他沦为商业开发的牺牲品 尽管家族成员对出售地产有不同意见 帕尔谢德仍在努力维护这段历史遗产 他的家不仅是一个家族的象征 更是印度历史和文化的缩影 纽约时报报道 日本股市在执政党选举新总理后出现大幅下跌 市场反映对未来利率政策的担忧 自民党选举了支持提高利率 以抑制通货膨胀的石破帽作为新总理 导致日经225指数在周一早盘下跌超过4% 一些经济学家将此次股市下跌的称为 石破震荡 反映出市场对新总理政策的快速反应 随着日本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压力 日本银行已经在今年两次提高利率 预计未来还会继续加息 尽管具体步伐上不明确 日本时报报道 随着中国国门的重新开放 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在黄金周假期 选择前往欧洲及其他远方热门目的地 根据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 国际航班和酒店的预订量相比去年大幅上升 海外航班预订量翻了一番 尤其是前往欧洲的旅行增长显著 此外 海外汽车租赁的预订量比2023年增长超过150% 而邮轮假期的预订量更是激增了7倍 尽管日本和马来西亚等亚洲目的地仍然受到青睐 但比利时 克罗地亚和北欧国家等长途旅行的预定增长速度最快 显示出中国游客对于多样化旅游选择的渴望 外交家分析了泰国当前的积极外交政策 指出这是由新政府推动的外交努力 只在修复之前近十年的军事统治所留下的那项外交遗产 尽管目前泰国的外交活动显著增加 外界对其长期影响仍持怀疑态度 新任总理斯瑞塔在上任前6个月内 花费了30%的时间在国外以提升泰国的国际形象 强调促进国家利益和软实力 而新任外长在国际会议上则提到 泰国将不参与国际争端 这表明泰国在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时的微妙转变 然而泰国的外交政策仍需更深入的思考 尤其是在应对未来潜在冲突时的准备 外交家还报道了中国外长对美国在菲律宾部署导弹的批评 称这一举动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在菲律宾北部部署的Taifan导弹系统能够打击中国目标 引发了中方的强烈反对 尽管菲律宾官员表示该系统将在本月底撤回 但美方和非方的安全官员似乎决定将其至少保留到明年的联合军演 中国媒体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认为这一举动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菲律宾国防部长则反驳称 中国应首先采取措施来稳定局势 而不是仅仅指责其他国家 南华早报报道 MaxMera和SportMax在2025年春夏系列中 展现了女性力量的独特视角 MaxMera以科学女性为灵感 致敬几何学和精确工艺 展现出优雅而聪慧的形象 系列中结构化的外套 套装和迷人裙装 通过细腻的线条面料和精致的剪裁 呈现出春季的生动色彩 如酒红、深蓝和晶莹的白色 仿佛实验室中五彩斑斓的药瓶 而SportMax则通过流动的设计和体积的变化 庆祝女性的柔眉与力量 黑白及大地色调的单色搭配 搭配透视面料和大胆的剪裁 展现出女性的性感与活力 南华早报还报道了 Bouch Run的Cutter珠宝系列 庆祝其20周年 象征着力量与个性 这一系列始于一枚代表独特风格的戒指 四个环带构成的设计 让每个佩戴者都能表达自我 随着时间的推移 Cutter系列不断演变 新增了手链、项链和耳环 展现出玩味与奢华的结合 新推出的双白板 将白金与白色High Serum结合 展现了现代都市设计的创新 Bouch Run通过精湛的工艺 将四个独特的元素融合在一起 体现了品牌的传承与发展 新的设计如Cutter丝带 则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经典系列 南华早报的另一篇文章 介绍了路易威登的 Demir图案在珠宝中的全新演绎 自1888年首次推出以来 Demir图案不仅是品牌的标志 更是原创性的象征 在艺术总监 Francesca Amphathiotrov的设计下 LE DEMIR by Louis Vuitton系列 推出了12件璀璨的珠宝 采用黄金和钻石 重新诠释经典图案 每件作品都兼具舒适与流畅 展现出几何美感 令人过目难忘 特别是戒指的设计 提供了多种佩戴方式 既适合日常 又能在特殊场合中脱颖而出 Amphathiotrov强调 这一系列不仅仅是珠宝 更是现代风格与历史的结合 跨越性别与世代 传递着永恒的魅力与时尚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的工厂活动 在9月份略有改善 但仍然处于连续第5个月的收缩状态 显示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持续疲软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在9月份上升至49.8 较8月份的49.1 有所提高 超出经济学家预期的49.5 PMI数值超过50 通常表示经济活动扩张 而低于50则意味着收缩 尽管制造业有所改善 但出口新订单子指数 却从48.7降至47.5 显示出外部需求的下降 此外 中国的非制造业PMI 也从50.3降至50 结束了连续20个月的扩张期 受到夏季旅游高峰结束 和极端天气影响 铁路和水运服务的商业活动 显著下降 南华早报还提到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 正在关注商业房地产领域坏账的增加 尽管局长认为 银行系统足够稳健 能够应对这一情况 香港的坏账比率 在6月上升至1.89% 主要是由于商业房地产领域的 违约贷款增加 疫情持续影响着许多行业 远程办公的普及 导致办公室需求下降 尽管商业房地产面临挑战 但又表示 香港的银行体系仍然强劲 拥有良好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率 能够应对坏账的适度增加 同时 随着利率下调 开发商的融资成本将降低 为市场带来一些积极的信号 南华早报还介绍了 四位中国网络红人 Cole 他们以独特的风格和奇特的内容 在直播和电商行业中 展露头角 汉梅娟因其跨性别形象 而受到关注 拥有超过900万的粉丝 她以夸张的妆容 和独特的声音走红 铁头则因揭露旅游骗局而成名 但近期因涉嫌敲诈 卷入刑事调查 汉安然以直播婚姻 离婚和生子的私人事件而闻名 甚至在分娩时进行直播 成为 婚姻评审Cole 而隐士航则通过在直播中 多次求婚吸引观众 尽管事后被揭露为一场策划的表演 但她仍然创造了巨额的销售额 这些Cole们 在追求关注和收入的过程中 展现了中国社交媒体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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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